世界上发生那么多不好的事情 很容易让我们错过那些精彩的点滴 当2022步入尾声 让我们带你重温那些为我们带来欢笑的时刻 韩国举行了一场90分钟的发呆比赛 谁最放空就赢了 纽西兰总理到访 日本出动卡哇伊奇异国兄弟 随着传统歌谣起舞迎兵 菲律宾教授要求学生戴防座币帽子硬考 学生创意出其招回应 澳洲消防人在慈善日历上和动物合影 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一颗强温下的生菜寿命 打败了英国首相特拉斯 成为了超受欢迎的迷鹰 独球界普世俊单场连进两球 还拥有超高颜值 受到让人无法招架 日本传说中风亦邪恶酒尾妖狐的杀生石 被发现竟然裂成了两半 柬埔寨女游客不停把玩神似洋具的植物 现在她们可能瀕临绝肿 纽西兰一对夫妻意外种出 有机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巨无霸马铃薯 日本人不断的尝试想要吃这款抹茶冰淇淋 但一直被满满的抹茶粉呛到 画面超搞笑 俄罗斯海军要求乌克兰边境防卫队投降 乌军大呛 俄国军队去你的 追踪我们 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